陆委会2018年6月发布 由卢长水接任驻香港办事处处长 但因为国防拒签一中原则窃结书 导致卢长水无法上任 陆委会只好启动代理机制 但去年中代理处长高明孙等4人 同样因为拒签窃结书被要求限期出境返台 据了解目前驻港办的12名台籍人员 有4人签证已到期或即将到期 但更新签证时遭港府置之不理 让我方人员形同人求 深怕被港府要求限期离境 不仅如此驻港人员依规定轮调 我方多次提出派驻人员申请 但同样遭港府搁置 知情人士坦言 港府就是故意拖延 打击士气对人员心理造成负担 企图影响我驻港办运作稳定度 但我方原则是 只要没有被港方要求离境 驻港人员一定坚守到最后一刻 驻港人员某个以上从官方 我们台湾官方角度来讲 是台湾在那边的人知 万一如果他们香港这边过来的一些 被认为是比较敏感的人物的时候 我们这边会很担心说 他们会拿我们驻港人员来动手 陆外会则表示 港府在台港双方共同规范外 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我方呼吁港方以民众扶植为念 共同维护台港两线活动 志愿中心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